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啊 你的话语实在宝贝 你的话语说 天上执行的尺度是以随地上的求索而实现 但是因为天上的能力和供应 总是远远超过地上的祈求 所以不论捆绑或是释放 都比超越我们在地上所求的 为什么我们的祷告往往只顾到祈求脱罪 或者只苦求自己能得着从上头来的能力 是的 愿你的旨意行在我身上 这样的祷告的确属于一个很好的开端 但是不能停在这里 必须往前 必须对你说 愿你的旨意行在全地上 今天 我们的祷告太过注意微小琐碎的事 而不知道 我们的祷告 乃是为这要带下 并且释放天上许多全能的伟业宏图 为个人需要的祈祷 必须推进到为国度的祷告 从这个角度来看 教会就自然是天上施工的对象 是天上能力流通的管子 也是成全你伟大计划的凭借 天上现在有许多工作堆积入山 这都是因为你在地上还没有找到那些出口 教会还没有释放该有的祷告 求圣灵来帮助我们 我们感谢你 祷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